自打釜山出现了那头鹿 韩国的丧尸就傻疯了 但早在远古韩国时期 这头鹿就已经变异 最开始他只是尝了一朵蓝蚓花 接着就浑身褥褥 最后彻底疯癫 再然后打猎的张徒夫就变得不罪定 他不仅狼同苦艳 还极可难耐 但不是想喝水 而是贪婪地描想了嫂子的血管 当天半夜 张徒夫失败 等嫂子回屋 一切已经为时过往 他丈夫一脸无鬼 早已分不清是人之怪 少青 张丧尸冲到屋外 抱着最近的邻居就是一间床 数日之后 村落里闯入了一幅一场 他们发现 此地不仅狼藉一片 还没一个活口 二人游荡至半晚 一便懂些 仆人发现床下似乎有东西 同一时间 赵主也遭遇变异 那是一群体系 很明显来者不善 大仆人刚冲火 还没报告消息 对方挥刀就跑 刹那间 现场乱作一团 仆人被追得嗷嗷乱叫 但他主子实力强横 一把金戈大刀以一抵二 横扫一遍 不过此地可不对他 还有一片的爪 以及 很明显 整个村子已经沦陷 夜晚是属于他们 伯人灭机 在少主的金塔 沼子纵身于悦 一口寒住钢刀 接着使劲地砸不索 少主大惊 横刀力推 沼子被一刀两断 一旁的四克也被袭击 但他们反应太慢 纷纷被扑倒在地 还不如这个老头通名 他一路举着刀 满屋子乱钻 他要去找少主救命 可少主虽然勇猛不异 奈何丧尸数量实在精明 今晚 感觉要晚 但天无绝人之路 湖顶出现一个少 抬手就射了一发响尾箭 显灵清场 大部分丧尸被吸引 接着少主发现 邪地里又冲出几个大汗 举手投足 提示大家风范 他们守起刀路 招愁致命 很明显都是江湖好手 连射箭的小姐姐 也有一身近战的好功夫 很快 周围的丧尸就被擒红 嘱咐二人不明所以 但为首的却居公主 原来这几人是他哥哥的大将 而他哥哥是朝鲜当代士子 但彼时的朝鲜坚持为患 一天前 守护韩氏 以谋逆罪举报士子 世子不堪寿 以死献碎 而临死前 他修出少主 扣姑娘女 少主闻训而回 他本是清朝智子 每次回朝鲜 都有种下降的优越 所以此对王位没兴趣 但韩世人可不这么想 他要将李氏赶尽杀绝 因为他打算谋法 少主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跟着这群人 来到了一处临时机会 他发现这里会去着大部分村民 部分人还被感染 这明显有隐患 果然 第二天他们就变 剑手落雨 弯公子社 但他关心则温 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好在天降少主 这才有情无险 但少主不敢再当 他打算回皇城 反酒营 丧尸村不能再扣散 可他不知道 此时的皇宫也出现了变故 一个嫔妃已然失变 白纵身就扑向了皇城